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先开 圣学根植根 百家姓 我们从第五十四页的第二行开始看齐 姚少 湛 湛 上节课 我们学习到了 少氏 并且了解到 少氏它的起源 以及历史 如王映林先生所说 少氏 是少公的后代 就是少康公氏的后代 与周同姓 他是周朝的亲氏 那么少公氏 它的后代呢 在历史上有著名的少木公虎 就是少公虎 少伯廖 还有少武公 这都是他的后世子孙 那么 那么同时呢 少公 他的后代 在周朝时期 他的后世子孙 也都是在君王身边 作为重要的 辅佐的大臣 那么在历史上也留下了他们许多精彩的故事 那么这节课 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介绍 少氏家族的代表人物 那么上节课 我们为大家介绍到 少氏的专用银帘当中 有一幅帘是 东陵 眼派 黄吉 传经 那么这个上连 所说的就是汉朝的少平 他是广陵人 在秦朝时期 被分为东陵侯 他是负责看管秦始皇的母亲赵姬的陵墓 那么到了汉朝时期 他成为了一名平民的百姓 他就在长安城东种瓜 他的瓜 种得非常美 是一种五色瓜 那么人们就把它称之为东陵瓜 所以说东陵眼派讲的就是汉朝的少平 黄吉传经 则是指北宋时期 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 邵雍 邵康杰先生 邵康杰先生 他有黄吉 京士 这些著作传世 我们后面呢 会给大家介绍他的生平 那么我们先按照历史的先后顺序 先给大家介绍 邵序 邵序他是安阳人 自四族 他的父亲叫邵成 是担任善纪侍郎的官职 那么邵序 他从小就很有志向 而且是博览群书 他读了很多的经时典籍 同时他有精通天文 是一位很有学问的读书人 他最初呢是长都王手下的参军 后来也担任勒林太守 这个冀州刺史等等的官职 下面我们来到唐朝时期 有一位邵月 邵月是安阳人 在唐朝时期有一位著名的大将叫郭子怡 郭子怡在安始直乱当中 是帮助唐王朝平定叛乱的一位功臣 那么邵月呢 他就得到郭子怡的赏识 郭子怡很看重他的才华 所以让他在他的幕府当中任职 后来他又在德宗皇帝的时代 担任吏部侍郎的官职 这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官员 下一位是同样是唐朝时期的邵枕 那么邵枕呢 在万信同谱当中的介绍很简单 说他跟李华等八人 八个人相友善 这关系非常的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宋朝时期 有一位官员叫做少业 这个左边一个日右边一个华 这个字念业 少业很有趣哦 他的字叫日华 他本来这个业字就是左日右华 他的字呢就叫日华 是贵阳人 他的祖父是邵崇德 担任道州路士参军 这个官职 而少业的父亲叫邵简 是担任连山令 少业他从小就非常喜欢读书 到了太平新国的年间 他考中了进士 官位做到又建议大夫大夫 后来在广州担任地方官 那么广州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啊 他是濒临大海的 所以每次有一些船 要靠岸的时候啊 就往往会遇到飓风的这个困扰 在沿海地区啊 台风飓风这些风灾 对于在海洋当中行船的船只 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 但是船只 他又必不可少的要进行 海内外的贸易往来 所以后来少业 他在广州任官的期间 他就考虑到风灾 对于这些船舶的往来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因此呢 他就开始发动啊 要去修建运河 来使得这些船只来往更加方便 就是有了运河之后 他就不用总是走这个海的海路 这样来行驶船只啊 就比较不会受到这些天灾人祸的影响 这是做了一项德政啊 对于当地的百姓 以及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啊 是很有帮助的 好 这是少业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 少雍 就是少康城 少康城 被城子称为镇谷之豪杰 他自姚夫是泛杨人 在北宋时期呢 这是一位高峰亮节的一代宗师 他跟随他的父亲 少谷迁居到河南 那么少雍 他是一位天资非常聪颖 而且很好学的一位读书人 好 那么我们对于他生平的意识 做一下介绍 他生前的故事很多 我们在这里呢 挑一些有代表性的故事 让大家了解一下他的生平 那么少雍 少康杰 他特别是在先天艺术上的研究 是成为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资产 那至于我们读到辽凡思绪 看到这个孔先生啊 他所得的就是少子的 这个黄吉金氏这部书 所以后来就传给了原辽凡先生 那么少雍 他是生在河北的范阳 他年少的时候就很有志向 想要在当时建功立业 所以他就勤学苦读 每天呢 就虽然这个生活特别辛苦 可是他勤学向上的节操 却是非常感人的 像冬天很冷 但是他也不用火炉 夏天天气很热 他也不用这个扇子 常常在那里读书 读到通宵打蛋 读到深夜 才去休息 就是靠着这种勤勉刻苦的精神 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就读了许多这个典籍 但是他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啊 觉得我读书呢 是跟古人做朋友 可是我生活在当今这个时代 我面对当今的世界 如果还是对于眼前的世界一无所知 又有什么帮助呢 所以除了读万卷书之外 他又蒙发了要行万里路的志向 他就走遍了大江南北 并且到许多古代邦国的旧址去考察 于是他从大自然以及人世的变迁当中呢 就领悟到了许多宇宙人生的道理 你看朝代的更迭 他的兴衰成败 人世的变迁 大自然的融窟 对于他去领悟圣贤的真理啊 都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后来他就回到了洛阳定居 那么少庸 少康姐先生 他年纪轻轻 这种高迈的志向 以及勤勉苦学的精神啊 就得到了当时一位学者 叫做李之财 得到他的赏识 那么李之财这个人呢 就是在易经 这个方面 所谓性命之学 是有他独到的 独到而又专精的研究功夫的 所以这个学者也是一位 很博学的 一位读书人 于是李之财 就把他自己所学的 这个易经的易理 包括和图 洛书 还有先天 八卦 六十四卦的图像 这些都传授给了少庸 因为他 我们说师之道合 一个好的老师 要遇到好的学生 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所以李之财 李之财 他就很赏识 少庸的德行和学问 所以呢 就把他生平所学的 都传授给了这个读书人 那果然少庸后来 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啊 他把易经 真正发扬光大 那么虽然少庸 他是一位 很 这个学问啊 很深广的一位读书人啊 但是 他的家境 依然是过得很平函 他在最初定居在洛阳的时候啊 整个这个 茅屋 住的那个茅草屋都是很破旧的 而且外面都是长满的杂草 这个屋子啊 都没有办法遮风避雨的 但是呢 他还是很甘于这种清贫的生活 他就每天呢 到外面去捡财 烧火 做饭 奉养父母 这在一般人看来 这种清苦的生活啊 是很难维持下去的 可是呢 他也过得挺快乐的 那么这是 所谓酒香不怕巷子生啊 虽然他的生活很清贫 但是他的德行和学问啊 早就已经传遍了洛阳城 在当时洛阳城这种环境 是许多读书人和名流啊 都会汇聚在此地 比如说历史上著名的复辟 司马光等等啊 都闻名来拜访少庸 并且跟他结交为好朋友 那么大家看到他生活这么辛苦啊 都想大家在一起帮他凑点钱 盖个房子来改善一下他的生活 可是少庸并不愿意接受 这些朋友对他的馈赠 后来实在是 大家看他生活太苦了啊 就一定要 这个给他盖房子住 于是他只好说啊 我是借住在这里啊 整个这个房子的所有权 还是在司马光和复辟的名下 你看他一生就是 这样淡薄名利 所以他在他所专精的学问之中啊 才能够有他独到而今生的见地 这和他的德行是分不开的 所以后来呢 他就把自己所居住的这个地方 起了一个名字啊 叫做安乐窝 还写了一首词 说春花开的早 下产枝头闹 黄叶飘飘秋来料 白雪纷纷冬又到 你看这春夏秋冬啊 把一个智洁德行高尚的读书人 这种闲居生活的写照 很好地描绘出来 那么下面他开始感叹人生 叹人生容易老 你看人生就是短短的几十年了 这个时光很容易流逝的 总不如一盖一座安乐窝 上挂着鱼堵羹桥 你看人生那么短暂的时间 如果你都用来争名夺利啊 这总不如像邵雍先生这样子 盖一座安乐窝 在这里有着闲情雅致 在这里读书研究学问 而且他的隐居生活 还不仅是如此 还非常丰富 你看他下面写的 温时虎上吊 闲来把琴敲 喝一杯茶乐陶陶 我只把愁山推倒了 你看他在湖边可以钓鱼 在家里可以弹琴 那么喝一杯茶读几卷书 这种生活多么的闲情抑制 多么的令人愉悦 所有的烦恼全都忘记了 这就是他安乐窝的这首词 那么邵雍他的德行 对于这个当时居住在洛阳的这些知识分子来说 是很有影响的 因为在宋朝时期居住在洛阳的王公大臣是很多 可是最让人们恭敬的不是这些王公大臣 反而呢是自称为安乐先生的少庸 于是这些读书人士大夫啊 为了表示对少庸的尊重和欢迎 他们也在自己家里仿造一座安乐窝 那么就希望少庸啊 春天秋天他兴致高兴的时候 出来玩 住到这些王公大臣家里就有地方可以住 他们就称他为行窝 那么平常少庸出门的时候啊 是坐一辆牛车 这个牛车的声音大家都很熟悉 只要这辆车开到哪一家的门口 无论是男女老幼都高高兴兴的出来迎接他 连这个妇人还有小朋友都不例外 这些在洛阳城居住的时候啊 这个住在洛阳的这些人 只要一听到少庸先生来了 这个家里上上下下都高兴的不得了 所以先生这个词啊 在洛阳就是少庸的专程 那么有的人家比如说家庭成员之间有一些口角和纷争啊 只要少庸先生一出面啊 一定都会把它化解 就会使这个家庭的气氛变得很祥和 所以虽然他是学究天人就是了解宇宙人生的许多大道理 可是他平常为人处事却是非常的慈爱和蔼可亲 他生活在洛阳40年的时间啊 就是以德行感化了当地的人 那么在少庸先生同一个时代的司马光也和他一样是生活在洛阳 司马光的德行跟学问也是非常好 所以这个乡里的百姓对司马光先生很敬重 那么在当时的士大夫家里啊都会告诫子弟 让他们的儿孙一定要谨言慎行 而且跟他们说啊 你们做任何事情之前就要先想一想 这件事能不能让司马端明和少先生知道 如果不能让他们知道的事就千万别做 否则就没脸啊 来见这两位有德行的这个长辈啊 这个司马端明就是指的司马光 他担任端明殿学士 那么这句话对许多年轻人后生晚辈是很重要的提醒 所以让他们一定要谨言慎行 否则万一让司马光先生或少庸先生知道了 这就太丢人了 而且有许多士大夫读书人经过洛阳 他们不一定会到官府去拜望这些国家的大臣 但是他们一定要到少庸先生家里来拜访 觉得来了洛阳 有见到少庸先生才不需此行 所以这种以德行人格的感化所带来的无形的教化的影响 对于当时的洛阳 这个是他的整个社会风气啊 都带来了直接的转变 使得洛宗这个地方 后来变得人才济济 而且风俗非常的纯美 那么后来连君王都下诈要授予少庸康这个官职 但是他不肯接受啊 一直到死后才追证他的官职 所以少庸他一生就是干于淡薄 他能够在出茶淡饭当中去享受他美好的人生 那么有一次呢 他和有一个故事也是蛮有趣的 他和傅必啊 两个人一起吃那个新鲜的竹笋 结果少庸呢 就说这个笋呢 是清甜可口 味道非常美 结果傅必就跟他说啊 笋虽然好吃 可是还是比不上京师官府里面的烧肉好吃 结果少庸就回答他 他说我是一个村野之人啊 我吃这个笋吃了三十多年 没有人能够抢得去啊 那你那个京师官府里面的美味的烧肉虽然好吃 但是你现在还能吃得到吗 因为当时傅必啊已经这个不再是朝廷的高官了 他退下来了 所以他听了少庸对他讲的话 他也哈哈大笑 你看人生就是如此 你为什么要追求那么高的地位 那么高的名声 那么如果是把自己的生活降下来一点 能够像少先生这样子 过上非常平静而淡薄的生活啊 这才能够享受到真正的人生 那么少庸 他最专长的其实还是易经 所以他通过这个对于易经的学习 他能够体悟到这个性命之学 能够洞见天地运化古今世变和万物的性情 所以他能够推演能够发扬光大 福西所留下来的先天八卦的深奥的内涵 这些都体现在他的黄奇经世 这些著作当中 因此成子才会赞叹他是镇骨之豪杰 如果我们有在深入去了解少庸先生 所留下来的一些诗 还有他的著作 就能够看到他在宋朝时期 就能够看到明朝清朝乃自民国以来 这个会发生什么历史事件呢 在他的诗作诗作品 以及他的著作里面 都能够看得到 所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高人 那么下一位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北宋的名称 邵臂 那么关于邵臂有一幅对联是这样写的 丹阳龙徒学士 丹阳龙徒学士 无虎桑枣园丁 这个上连丹阳龙徒学士 所讲的就是北宋的大臣邵臂 邵臂自不宇 他是丹阳人 丹阳就是在我们今天的江苏 他的官位做到京西转运时 他曾经修过起居住 那么他的生平呢 就是很善于写这个传书和历书 后来他在朝廷任官的时候 他居官也是很有官生 并且是清正连结的好官 谢绝一般世俗的宴会或者是馈赠 他曾经说过 受惠惧则情侠 多受惠则不能行事 这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位一句名言 在官场上你看 总是夜宴歌舞欢声达旦的 通宵达旦的 那么经常这样子聚会 吃吃喝喝的 这样呢 对于一个人 他真正要去办正事 会造成很大的妨碍的 那么如果他经常去接受人们给他送的礼 接受这些馈赠或者是甚至是贿赂啊 那他要做官的时候就不能够秉公执法 做事情的就不方便了 那么有一次呢 这个熊州地区啊 在路上种了很多的这个树木 结果契丹人呢 就派人呢 每到夜晚就把这些树木都把它偷偷的把它砍 砍掉带走 就后来这个问题也很很难解决 那怎么办呢 朝廷就派这个少币啊 到契丹去出使 去跟他们谈这个问题 后来少币出使的时候就 用这个很正当的道理 让契丹人也屈服了 于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那我们说他要能够降服得了这些少数民族的人的做法 一定不是以势力去压服 一定是以礼服 所谓是服人心不然 礼服人方无言 那么这个一定是少币他本身 他自己的德行学问和修养 能够真正感动对方 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好 那么后来 少币就以龙图阁学士的官位啊 出之成都 来到成都担任地方官 后来在路上啊 他就过世了 这也是这个北宋时期的一位很有政绩的很有作为的大臣 所以这幅对联才说丹阳龙图学士啊 好 这个丹阳就是说他是丹阳人是江苏人 他后来的官位做到了龙图阁学士 那么我们宋朝的代表人王在为大家介绍一位少康 少康 自心中 他是少币的虫子 少币的后人 那么后来呢 在宋朝时期的英宗皇帝 曾经请他来到群域殿 召集他还有一些 就是召集这个少康来到群域殿 那么英宗皇帝呢就对于整个国家的许多的政务啊 国家的一些事物 对他进行咨询 结果就发现了 这是很有见地啊 很有学问很有见地的 很难得的很难得的一位人才 所以英宗皇帝也赞叹他 真国弃也 到了神宗皇帝即位的时候 少康担任龙图直学士 等官职 那么他过世的时候 氏号是安检 那么关于少氏家族的介绍啊 这些代表人物啊 我们介绍到这里 那么下面呢 这个万幸同仆还列举了几位啊 这个少姓是 这个少呢 就是少公氏的少 就是没有异字旁的这个少 那么这里就有少公氏 少公氏就是周文王的儿子 他是跟周武王和周公 他们都是兄弟 也是少氏家族的祖先 再来周朝时期的少乎 他是齐国的大大夫 在子鳩之难当中过世 还有少虎 少虎我们有跟大家介绍过 他是 还有少虎 这个我们前面有谈到啊 就是历史上有好多位少公啊 他们都是在周朝的君王的身边 做重要的大臣 那么少虎 他就是周宣王的臣子 还有少平 那么就介绍了这几位啊 他们是这个少字呢 是没有一字旁的少 但是这两个少有一字旁的少跟没有一字旁的少呢 这两个少是相通的 好 那么关于周朝的少乎啊 这一段故事呢 这段历史在论语的线问篇当中 就有作记载啊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也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这个少虎这个人 在万幸同谱当中介绍是 说他是齐国的大夫 齐国的大夫 在子鸠之难当中 过世 那么论语的经文里面是这样写的 说子鸠约 这是子鸠啊 他跟老师请教一个问题 说桓公 杀公子鸠 少乎死之 管仲不死 约未人乎 这是子鸠问的问题 那么他的老师孔老夫子回答说 说桓公 九和诸侯 不以兵居管仲之力 如其人 如其人 那么这一段呢 是夫子对于管仲的评价 而子鸠所问的就是 关于少姑和管仲 他们之间的一个对比 所以我们 那个看一下 雪公老人 在讲解这段经文的时候 就有谈到 因为孔老夫子主人 仁爱的人 那么子鸠在这里 就是询问关于管仲 管仲他的工业很大 这个齐桓公能够九和诸侯 一筐天下 这得利于管仲的辅佐 连三国时期的诸葛亮 他还没有出山 没有 还尚未接受 刘备的邀请 来辅佐蜀汉的时候 那么诸葛亮也是自比管月 这是后人对于管仲的称许 那么雪公老人就有谈到 凡是一个国家能够支撑山代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像齐国 齐国到了齐乡宫的时期 就非常的混乱 那么这一章的经文 它是关系到人的心理和国家的证据 所以是很重要的 我们来看齐乡宫这段历史 在齐乡宫的时期 因为齐乡宫无道 所以这个国家呢 就比较混乱 那么后来是公子五支继承的王位 这个情况就更加的严重了 那么国家出现问题一定是从那段开始发生的 所以后来才有了公子小白奔举 公子小白就是后来的齐桓公 那么另外一位公子 同时 还有另外一位公子举 他奔卢 公子小白奔举 公子举是奔卢 而管仲和少乎 他们两个人是侍奉公子举 而报书牙则是侍奉公子小白 之前我们有跟大家介绍过 管仲和报书牙 他们是至交的好朋友 非常要好的朋友 但是虽然他们的私交很厚 可是他们是侍奉不同的主人 管仲他是侍奉公子举 而报书牙则是侍奉公子小白 所以要各为其主 这时候就是要论公而不能够论私 这两番在进行交战的时候 管仲他就曾经拿剑去射杀公子小白 但是没有射中 而是射到了小白的腰带 后来鲁人杀了公子 鲁国人杀了公子无知 那么鲁国讨伐齐国 就想要把公子举纳到齐国 结果公子小白 他就从他逃亡到举这个地方 所以他从举就先入到齐 就成为了齐桓公 结果报书他没有办法再把管仲 请回来 于是齐桓公 他就请鲁国带他杀了公子举 并且要回了管仲 那么这时候就发生了这个历史事件 鲁国人杀掉了公子举之后 那么少乎是以身训死的 因为他是侍奉公子举 那么他的主人过世了 他就以身训死 那么这就是子禄在这里所提出的问题之所在 你看桓公杀公子举 虽然桓公是没有亲自杀他 但是是请鲁国杀他的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说桓公杀呢 雪宫老人特别强调 这就是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 孔老夫子在写春秋的时候 一字一句 这个春秋大义就有含有孔老夫子 对于是非善恶的评价 那么少乎死之 我们说这个少氏家族的这位著名的历史人物 叫少乎 少乎死之 而管仲不死 所以子禄就有了疑问 问老师说为人乎 那么这里就谈到少乎死之 你看少乎他是杀生已成人 他为了他的主人 最后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非常壮烈 可是相比之下管仲同样是辅佐公子举 可是管仲并没有以死来殉主 那么可是后世对于管仲的评价却很高 认为管仲很好 所以子禄就有疑问 说这个评价是不是会站不住脚呢 约为仁乎 就怕他的所作所为 就不能用仁这个字来评价他呀 你看少乎和子举 他为的是齐国 这是为了这一个国家 那么雪宫老人在这里就特别强调 你看管仲的气度跟格局就不同 管仲是为了天下 你看他后来酒和诸侯一筐天下 尊王攘一样 你看孔子有讲过 微管仲无其批乏左任矣 他的历史贡献是不容质疑的 你看他尊王攘一 就在这个历史时期保存了中国的文化 这一点就和后世的曾国藩先生是一样的 虽然后来有人在骂曾国藩先生 但实际上曾国藩先生当时的所作所为 是为了保存中国的文化 而不是为了某一个种族 所以你一定要看到他做这件事情的 出发点跟动机 以及他的这种气度和格局 这就决定了一个人 他未来能够成就多大的事业 是和他的心量 他的气度格局是分不开的 那么孔子的弟子都有学过 所谓临财勿苟德 临难勿苟勉 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得 那么公子就他逃到鲁国 跟随他的就是少乎和管仲 等到齐国人杀掉了公子武之之后 在举 逃到了举的公子小白 以及逃到了鲁的公子举 他们两个人都想要回到齐国当国君 那么当时鲁国的势力很大 他想要把公子举送回齐国 但是公子小白所在的这个举啊 离齐国比较近 所以鲍树牙呢 就保护送的公子小白先到了齐国 后来齐鲁交战的时候啊 鲁国他毕竟是这个路程比较远啊 所以旅途的旅途劳顿 而齐国则是以义代劳 所以后来鲁国打了败仗 于是齐国就要求鲁国杀掉公子举 那么这时候少乎他是尽忠而死 可是管仲同样是侍奉公子举 他和少乎所走的路却是完全不同 管仲没有为了他的主人而死 而是什么呢 他反过来是帮助公子小白 最后齐桓公是成为了春秋时期的霸主啊 那么有人认为管仲是忍者 可是子录并不这样认为 因为我们中国人讲求五轮 你看五轮八德 这是上古古圣先王 他们在治理天下国家的时候 教化百姓 就是用这个五轮五常 这个道理来教化百姓 因此雪公老人才强调 这五轮八德是我们中国开国的条件 以这个五轮八德感化蛮夷之人 达到世界大同 所以子录他才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于是孔老夫子就回答学生的这个问题 子曰桓公九和诸侯不以兵居管仲之利也 那么这个居也有作格 不以兵居 兵指的是人 士兵武器 这个兵也有指的兵器 那么居则是这个载人的工具 九和诸侯 在春秋时期 这个春秋战国确实是比较混乱 那么特别是相对于上古时期 三皇五帝的时期 春秋战国可以说是乱世 那么有许多在各地称霸的诸侯 他们并不尊重周天子 而齐桓公 这里为什么说九和诸侯啊 就是说齐桓公 他担任诸侯的时候就跟各国结盟 就是各国的人都推齐桓公是盟主 他成为春秋的霸主 但是他拥护周王 如果有人不尊重周王 就讨伐他 在十一年当中只有小战而没有大战 唯一常之会啊 有九次 也有说是十一次的 所以他提出要拥护周天子 这就使得天下人心全都安定下来 所以他稳住了中国的局面 尊王让一样 使得中国在当时没有产生动乱 否则如果产生动乱 就会导致外国人的侵犯 就像周幽王的时期 这个烽火系诸侯啊 后来犬戎就把西州给灭亡了 所以这种九和诸侯一框天下的历史攻击 是管仲辅佐齐桓公完成的 那么对于稳定的中国的局势 并且呢 延续的中国的文化 是有他特别的历史贡献 所以我们看一个人呢 要从一个历史的眼光 宽广的格局当中 去看待这个人的是非成败 这个见地跟眼光就完全不同 所以夫子说如其人如其人呢 那么春秋时期 这外国人都不敢来侵犯中国 孔老夫子强调这个九和诸侯 他不用武力 这都是管仲在辅佐齐桓公的时候 他所做出的贡献 所以让百姓有十一年的安稳的生活 太平的日子 所以如其人如其人呢 你看少乎他为了公子丘 以死尽忠 可是人们为什么不赞叹少乎 而是赞叹管仲 那夫子在这里就强调 如其人如其人 这个如就是一样 也就是孔老夫子呢 他的评论是很公允的 很恰当 很恰当的 他并没有评论少乎 但这个如 如就是一样啊 那换句话说 孔老夫子认为 管仲 他和少乎是一样成就的人呢 你看 少乎是杀身已成人 为了他的主人 而壮烈成人 那么管仲 他虽然没有牺牲自己的生命 但是他做出了一个 更大的历史贡献 那么这个人 跟少乎的成人是一样的 所以夫子说 如其人如其人 就是加重了其词 好 那么因为这个少乎啊 这是万幸同谱当中啊 特别有 指出这个少乎 其大夫死子鸠之难 我们就运用这个 论语献问篇的这句经文 来补充说明一下 这段历史 以及对于少乎和管仲的评价 我们刚刚就有介绍了 孔老夫子和他学生之间的对话 确实是很精彩 好的 那么关于少氏家族的介绍啊 这些代表人物呢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补充到此地 好 下面 好 这个姚少 战王 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姓氏 就是战士 那么这个战士 在姓氏急救篇当中 王毅林先生 就有 提出了 指出了一些代表人物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姓氏会觉得这个姓氏是比较少见的 甚至于在历史上呢 也不记得都有哪些名人 是姓战 确实是比较少 但王毅林先生还是举出了好多位 比如后汉时期的大司 大司农 占仲 那么晋朝时期有战方生和陶侃的母亲战士 一般在这个姓氏觉得著作当中我们看会提到女性的相对来说比较少 那么是以男性为主 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有看到历史上有提到过 在姓氏急救篇当中有提到过的就有周朝的三太之一 有提过 然后再来就是像这里陶侃的母亲战士 这是一位非常贤德的母亲 就是比较少提女性 但是一旦提出来呢 那么这个女性一定是一位非常有德行的女子 那么梁有战僧志 另外呢 还有父姓战如氏 那么父姓我们是到后面才会学习 在前面的姓氏都是单姓的 这些代表人物呢 我们后面再跟大家来做一下介绍 好 那么首先 我们先和大家介绍一下战士家族的起源和历史 那么战性的起源 主要有源自于四姓 还有以地名为氏 主要有这个起源 好 我们先来看源自于四姓 在夏朝的早期 有一个跟夏同姓诸侯 叫做真冠氏 因为夏宇啊 它是四姓 所以夏的这个皇族的姓氏是四 那么真冠氏呢 是和夏同姓的诸侯 这也是一个古国 真冠氏族 他是大羽氏族的其中的一只 他建立了真冠氏的古国 那么真冠氏族所在地是在哪里呢 就在今天的山东 在山东的寿光这一带 那么后来在太康师国之后 太康师国这段历史啊 我们之前有之前的根知根课程 也有跟大家介绍过 太康师国以及邵康中心 这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事件 到了太康师国之后 真冠氏国 他就被东夷族攻灭了 于是真冠氏族的国人 族人为了避难 他们就把真和冠 这两个字各取一半 就合成了一个战字 那么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 他们在逃亡的时候 他们约好 就是以这个国名真和冠 作为姓氏 但后来因为这个真 和战的升幅相同 后来逐步的就写定为战 那么总之呢 这个战字都是由真冠 这个国名而来的 这就是战性的由来 那么因为大羽 大羽王他是四姓的氏族 所以这个战性呢 他是起源于 起源于四姓 是大羽王的后代 那么这一只的姓氏 流传到现在有四千多年的历史 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姓氏 这是源自于四姓 好 另外一个说法 在古时候 另外一个说法呢 是跟地名有关 在古时候 有一个地名 叫做战 那么在春秋时期 居住在战的人 这个战就是我们今天的河南 保风这一带 于是他们就以地名作为姓氏 这就是战事的由来 那么其实这个战呢 他是一条河 源自于河南的保风 那么他流到了湘城县 所以这是一个水明 由水明而转化成的一个地名 好 那么以上呢 这两个起源 是战性的历史渊源 那么后来战士家族 他们就南迁 在豫章郡 逐渐的发展而成为望族 那么那么人们称之为豫章堂 所以这个豫章呢 就是他的俊望 所以战这个家族啊 他的起源和大禹是有关的 大禹他是姓四氏 明文明是皇帝的曾孙 也是下朝开国的国君 因为他的父亲滚 在治水的过程当中是因为用的围堵的方法 所以导致呢 劳民伤财却没有达到治水的功效 所以后来他就被君王流放了 而诸死了 那么羽是滚的儿子 后来他担任这个司空的官职 就继续着父亲没有完成的事业 去治理这个洪水 他在治理的过程中呢 有八年的时间是在外面奔波 那么结婚才没几天啊 就离开了家人 而且是这这么多年来啊 都是几次啊 有三次经过家门口 都来顾不上啊 进去看看他的家人 后来他凭着他的智慧 以及勤劳带领的众人呢 把这个洪水就疏导开来 就平定水土疏通的酒河 所以后来天下就得到了太平 老百姓因为免去了洪水的灾难之后 就可以开始安居乐业 过上非常幸福而安定的生活 而且九州的这个各方的诸侯 也纷纷的向朝廷来这个进贡 这是大禹的历史功绩 他的智水 这方面取得了很卓越的成效 所以也因为他智水有功 后来风在下 人们称他作雨伯 在遥顺的时期都是采用善让的这种方式来传地位的 而不是这就是传贤不传子的一个优良的传统 那么后来这个大禹他就接受顺王的善位 他的善让而成为了天子 这是夏朝的第一代的君王 他这个夏实际上是他被封在了夏国 所以后来呢 这也成为了夏朝 这个天下的名称 他是定都在安邑 所以大禹呢 他不但是上古时期的一位治水的英雄 而且他也成为了中国的第一个王朝 就是夏王朝的开国的君王 是立国之祖啊 好 那么关于他接受了顺的善让成为天子之后呢 他也是以仁政来治国 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呢 成为了一代顺王 一代的圣王 这是雨的生平介绍 我们要是有一直跟着学习根之根的课程啊 我们对于要顺雨汤啊 文武周公他们的生平啊 应该都会越来越熟悉啊 好 那么下面我们看到这一段是古今图书集成当中 好 这里也有记载这个战事 这一段记载呢 我们看起来啊 它是基本上是跟 信事急救篇啊 跟王毅林先生的信事急救篇的记载 是完全相同的 一字不差 好 那么战事家族 他有一幅迎联 这幅迎联呢 就讲述了他的历史的渊源 以及他的俊望 原字真观 望出预章 那么前面 说原字真观 这里指的是 这个战性的 历史的历史起源 它是源自于 古时候 古 真观 是国 所以说原字真观 望出预章 就是指的预章 这是战事家族的 郡旺 那么还有一个欠字连是这样写的啊 也是跟这个真观 这个起源有关 他说 仔细斟酌百事顺 这有个真字 然后呢 下面说 事实贯改万年风 这有个贯字 好 这个是欠字连哦 这里就有古 真观 是国的真观 这两个字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来为大家介绍 这个战事家族的历史的代表人物 在姓氏急救片当中有 介绍到 介绍了 在汉朝时期 也就是后汉 有一位大司农 叫做战众 而到晋朝时期 还有一位战方生 在万幸同谱当中 我们也列举了几位代表人物 比如南北朝时期 有战僧志 他是在南北朝的梁 这个担任朝廷的官职 他是乔州刺史 那么他的官也做得很好 人品也很好 所以当时的人们就称他为是君子 这是战胜制 战海珍他是徐州刺史 所以他们都是地方的官员 好 到了唐朝时期 有一位战壁 这个战壁 他虽然是没有记载在古今图书集成 或者是现世急救篇当中 但是因为他的故事非常有趣 所以我们也把它引用出来 战壁他是遗春人 他这个故事很励志 那么最初呢 他是担任周历 这个周历啊 就是在地方担任一个小历 一个小官职 而战壁的妻子 跟彭康的妻子 是亲姐妹的关系 那么最开始战壁这个人呢 他也不求上纪呢 觉得我当个地方小官也挺好的 就没有想要好好的去读书 求学 可是后来呢 就在彭康 考中了进士之后啊 整个情况就发生了改变 在古时候考中进士这是非常值得 庆贺的事情 家族都觉得这是很荣耀 所以他 彭康考中进士之后 亲戚好友全都来祝贺他 既然是进士了 这座上啊 这些嘉宾全都是读书人 全都是当时的名士啊 所以是嘉宾云集的一个场面 那么等到战壁回来之后 因为战壁是一个地方的小小官吏啊 只是一个小吏 他的地位很低 所以呢 就没有让他坐到前面去 跟这些名士 跟这些读书人在一起 而是什么呢 让他到后面去吃饭 到后阁去吃饭啊 这个是挺羞辱的事情啊 为什么 因为他的妻子和彭康的妻子是亲姐妹啊 他们之间是有亲戚关系的 可是这种场合 这灌溉云集全都是名士聚集的场合呢 居然因为战壁他的身份太卑微 所以就把他请到了后阁去吃饭 后来战壁的妻子就开始数落他的丈夫啊 说作为男子 你自己呢 不奋发图强 不自正利啊 就说你不奋发图强啊 才会导致现在的这种局面啊 遇到这么大的一种羞辱啊 他说你还有什么脸面呢 这是太太就开始说这些啊 这个适者数落他的话 所以这件事情呢 就严重的伤害到了战壁的自尊心啊 本来他很安于现状啊 觉得我就是在地方啊 做个小小公务员 这日子就过得挺挺安稳的 可是想不到呢 这个家里的亲戚 跟他年龄应该是相仿嘛 因为他两个夫人 就是 就是他们的夫人是亲姐妹啊 因为他跟这个彭炕年龄应该是相反的 相仿的 好 想不到呢 受到这么大的羞辱 于是从此之后啊 这个战壁呢 他就开始奋发图强 努力的上进求学 一下子就考中了进士 而且是登进士上帝啊 好 这名次还是很高啊 结果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啊 就是彭炕一听到战壁考中了进士 就当时他正好呢 骑着一头驴 要过一个赤板桥啊 过一个桥 然后这个彭炕 骑在驴上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啊 吓得从驴子上面掉下来 就是因为他怎么都想不到 像这么不求上进的人 最后还能够考中进士 而且名次还很高 他就吓得从驴子上掉下来啊 所以后来这就成为了一个笑话 当时人就讲说啊 说战壁登地 蓬炕落驴 这落驴就是讲 他从驴子身上掉下来 这是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很励志啊 就是告诉我们说啊 为人一定要有羞耻心 要肯上进呢 这是唐朝的故事啊 那么下面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 战若水 战若水 自原名号甘泉 他是增成人 那么他是 明朝的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 在明校宗的洪志年间考中进士 到了嘉靖年间啊 他就当到了礼部侍郎的官职 并且呢 担任过南京礼部 礼部和兵部的上书 这官位做到非常高 他年少的时候是跟随陈宪章学习 后来他和王守仁呢 同时在讲学 他各有各的思想和主张 王守仁是主要是强调智良知 而战若水呢 他是主要是讲随处体认天理 所以战士强调 就是战若水啊 他主要是强调主境是格物的功夫 说故善学者必令动静依于静 就是强调这个恭敬心的重要性 所以他是在嘉靖年间 88岁的时候由恒山 开始讲学啊 把他的这个学问啊 就开始广为传扬 所以在恒山这个地方呢 人们就为他建立了书院 到了 家靖三年 秉承年 他91岁的时候 又来到这里 那么就有留下由南岳的讲义诗篇 就是把会成了文集 在龙庆年间呢 是追证太子太保 他的嗜号叫文简 这是明朝时期啊 战若水 是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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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朝廷的 重要的官员啊 同时他的 学说 在当时呢 也有许多的 这些读书人 追随他来 学习 他所宣扬的学说 这是一位 很有学问的 读书人 好 那么关于战士家族的代表人物啊 我们跟大家啊 就是男性的部分 我们介绍到这里啊 那么下面就是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陶侃的母亲啊 因为陶侃的母亲也是姓战 那么在历史上呢 这个陶母娇子的故事啊 是广为传颂 陶侃 是晋朝时期 安定晋朝的一位功臣 所以他有许多故事啊 传扬到现在啊 都是成为非常励志的一个典故 那么他能够成就他的德行 还有他的才能 是离不开母亲战事 对他的影响 他的母亲陶侃的母亲战事 他是陶侃的父亲陶丹的小妾 那么陶氏家族 这个早年呢 是非常贫困的啊 所以战士就是陶侃的母亲 他都要辛勤的去仿杀织布 才能够维持这个家绩 维持生活 可是他并没有安于贫鉴 而是鼓励他的儿子 要有崇高的志向 并且他希望他的儿子陶侃 年轻的时候所结交的 都是德行学问 能力各方面都比他好的人 所以要是有这些贵客贵宾来访 陶侃的母亲战事呢 就会殷勤的款待他 就有一天呢 下着大雪 这时候呢 波阳的少年范奎 就来到了陶侃家来居住 那母亲一看到 这样的一位贵宾来了 但是家里很贫穷 那么怎么办呢 于是陶侃的母亲呢 就把他有一个新的草席 就把他砍断了 用来给范奎的马呀 给他吃这个草 后来呢 他又悄悄的剪断了自己的头发 拿去卖了一点钱 这样才可以备办丰盛的食物 来款待范奎 所以范奎后来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 非常感叹 并且说了一句千古的名言 说非此母不生此子 儿子的德行学问都是母亲的身教培养出来的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那么后来陶侃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 他后来开始就在朝廷里面做官 他有一次呢 他在巡洋担任县立的时候啊 他刚好主管的是鱼粮 这个鱼粮呢就是捕鱼的设施 他在水边啊 就是这个专管这个捕鱼的 这项工作 后来呢 他知道他母亲很爱吃鱼 所以他就拿了这个液干 这个干呢 是一个器具 液干炸 这个炸是什么呢 炸是鱼 但是这种鱼呢是用椒盐 这些调料有腌制过的鱼 因为他正好是主管这项工作 所以他要找这个腌鱼 咸鱼给母亲吃是很方便的 结果母亲呢 收到了这个这些鱼之后啊 他就完全都没有动 原封不动的就退还回去 并且写了一封信责备儿子 他说呢 你担任这个小吏 这个官职啊 假公祭司啊 你以公家的东西来送来给我 来享用 这样呢 我会内心对你 对这件事情非常的担忧 所以他就把这个咸鱼啊 有退还给了儿子 这是用轻正连结的风范来教导儿子 就是当时儿子是在负责管理鱼堂的一个小官嘛 那你看母亲的这个身教啊 对他的影响就很大 后来他的官做的越来越大之后啊 他一生当中都恪守着清正连结的风范 这就是母亲教导给他的 所以他后来在帮助朝廷 在平定一些动乱的时候 就立下了许多战功 被后世所称颂 而且他爱习光阴 还有像陶侃 这个班砖习牢的这些事情啊 都是流传后世的非常励志的故事 所以他人格的养成 以及他事业的成就 都是离不开他的母亲对他的教导 特别是深教 好 所以后来人们评价陶侃 说他激略似魏武 钟秦似孔明 魏武就是魏武帝 孔明呢 就是这个蜀汉的这个诸葛孔明 作范于外 秦王于内 这是他在历史上人们对他的评价 那么这么好的儿子就是贤良的母亲 培养出来的 所以这个陶母啊 他是嫁到了陶家 但是他娘家是姓战 所以是战士 好 战士家族还有一幅对联 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幅对联是这样写的 说联介平时 著名西蜀 仁慈斩后流于韶州 那么这一幅联 所谈的是明朝的时候 有一位良理 叫做战礼 战礼 自用河他是前唐人 那么前唐就是在今天的浙江的杭州 他在明朝永乐年间考证进士之后呢 被授予内疆令的官职 这个内疆是在四川 并且呢 是后来是 累迁之 韶州府 在韶州府任官 也就是今天的广东的韶官任官 那么他当官的时候 是以宽厚清白著称的 好 那么他担任 韶州 就是今天的广东韶官 在韶州担任知府的时候 曾经派遣 他的府立啊 到岳昌县 这也是在广东去都税 结果呢 因为他派遣的这个人呢 在外面横征暴敛 触犯了法令规章 就被县令给拘捕了 结果 战礼他非常声明大义 他就表彰了这个县令 说这个县令非常贤德 为什么呢 因为 派来的这个人呢 他是 福尹 也就是他的顶头上司啊 韶州的知府派来的人 但是他不畏权贵 他可以就是秉公执法 所以战礼呢 就表彰了这个县令 所以 因为这件事情之后啊 这个上上下下的官员啊 都很守法 不敢再违反法令规章制度 好 所以这里才说 连界平时著名西蜀 这西蜀就是在四川这一带啊 他当内疆令的时候 他的政绩就非常突出啊 他是一个非常连结的好官 那么仁慈掌后流于韶州 这一段呢 就是讲他在韶州担任地方官的期间 是有这个仁慈而掌后的风范 好 战事的介绍 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那么下面呢 我们接着来看啊 姚少战汪 最后一个姓氏就是汪氏 那么汪氏 他的起源啊 跟战事比起来啊 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一点 他的起源 我们先来看一下王映林先生 他在姓氏急救篇当中的记录记载 就汪氏出汪王氏 出自于汪王氏 那么是七姓 源自于七姓 一汪芒 好 这是他的一个起源 还有一个起源是出自于姬姓 或说姬姓 还有一个说法是说出自于姬姓 食彩与汪 这个汪呢 这个汪呢 是这个彩翼啊 在左传当中 鲁国 有童子叫做汪氏 好 自赦喜和间 好 这个赦啊 是在安徽啊 迁徙到河间 那么唐朝时期 有汪华 这个我们后面啊 都会给大家介绍 他的生平事迹 在宋朝时期呢 那么则是有汪早 汪革 还有汪大游 另外王毅宁先生有谈到 舍之人 十姓九汪 好 那么这个就是在安徽 安徽 这一代啊 在唐朝汪华 这个时期呢 开始 十姓九汪 就是汪氏家族啊 是非常繁盛 兴旺的 十个人当中有九个是姓汪的 好 这个我们后面再跟大家做介绍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汪姓的历史渊源 那么刚刚王毅宁先生有谈到这个汪姓是出自于七姓 就是古时候的这个汪芒室的后代 好 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段历史 在顺帝的时期 就是顺王 他当政的时期啊 离姓的防风室 这个部落他们是活动在今天的浙江武康这一带 那么后来他的国军就被下雨所杀 好 这防风室的国军呢 被下雨杀掉了之后 那么 防风室这个部落呢 就向北迁移到今天的浙江湖州这一带 好 那么防风室这个部族在商朝时期 就改称为汪芒室 好 就是汪王室 是七姓 到了战国时期 除国 把越国灭掉了 所以同时汪芒室也被灭掉 那么 这个汪芒室家族啊 就逃到了 今天的晚南的社县 这一带 好 十姓九汪 他们就改称汪氏 本来他是汪芒氏 后来就改为汪氏 那么这个家族就是这一支的汪氏 对后氏的影响是最大的 这是源自于七姓 好 再来源自于 姬姓 十彩于汪 好 这个王毅林先生说的啊 或说姬姓十彩于汪 这是在春秋后期 就是 这个 鲁环宫的树子满 他的实彩 彩艺就是在汪 那么 这个汪就是在今天的山东这一带 所以后世子孙呢 就以这个实役的名称作为姓氏 那么还有就是鲁成功 他的知树子孙 世世代代是封在汪邑 所以后来呢 就以这个封义作为姓氏 另外还有一个起源啊 这汪姓相对前面介绍的战性 他的历史渊源啊 就复杂一点 还有一个起源是出自银姓 在 战国时期 秦国的国君 他的知树子孙被封在了汪国 这汪国是在今天的山西 后来被魏文侯所破 所以这个国人呢 就以他的国名汪国的汪作为姓氏 出自于外姓 外族的改姓 那么出自外姓 这主要是在宋朝时期 在宋朝初年 有一位福建泉州人叫汪前渡 他本来是姓汪的 他生了六个儿子 于是呢 他给这六个儿子 让他们分别姓六个不同的姓 就是红姓 江姓 汪姓 方姓 公姓 还有汪姓 所以他的第六个儿子 汪楚修 就改名叫做汪楚修 那么在宋朝时期 这六个兄弟呢 都非常出名 他们的学问都很好 同时考中了进士 所以当时人们就称 汪这个汪前渡的六个儿子是六贵连方 全部都考中进士 所以后来呢 汪楚修的儿孙 我们就以六贵来作为汪氏家族的堂号 就是称汪姓为六贵堂 这是汪氏家族的这个历史跟渊源 那么我们就跟大家先介绍到这里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万幸同谱当中的记载 那么万幸同谱当中 就有谈到这个汪是平阳 这个平阳是平阳郡 是汪芒氏之后 汪芒氏的后代 好 周朝时期 有一位鲁国的童子叫做汪祁 他在春秋时期是鲁国的一个儿童 在埃公十一年 齐国攻打鲁国 虽然汪琪是一个小朋友 但是他为了保卫国家 挺身出来参加这个战斗 最后战死 于是鲁国人 就特别魄力 在安葬汪琪的时候 就是以成人之礼来埋葬他 所以孔老夫子当时就说 能执干戈以位设计 他虽然只是个儿童 但是他拿起武器 要保卫自己的国家 虽与勿伤也不亦可忽 所以后来鲁人 就以成人之礼 来埋葬 这个勇敢中勇爱国的这位儿童汪琪 那么下面呢 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唐朝时期 涉州的次使汪华 汪华是姬西人 他年少的时候 就是以勇敢 以及他很有侠气很有正义感 而明文 他所生活的时期是随朝末年 随末 因为随朝的暴政的缘故 所以到了随朝末年呢 民怨非常深 各地纷纷就起义 于是汪华 他也在涉州 起义 就占据了 宣州 杭州 木州 雾州 还有饶州 这五州 这六州的军事 到了唐朝时期 唐高祖 李渊 登基之后呢 于是就任命 汪华 总管 六州的军事 就是总管 涉州 宣州 杭州 木州 饶州 还有雾州 这六州的军事 担任涉州 涉州 刺史 被封为越国公 那么这是 在唐朝时期啊 这是一位非常 著名的官员 那么有一个说法就是说 这个 他所生活的 安徽的 安徽的 社州 这个地方啊 十姓九汪 十个人当中有九个人是姓汪 那么这些人呢都是汪华的后代 那么一直到今天啊 我们如果到这个安徽 到社社这个地方啊 去参观的时候就会看到啊 在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小镇 叫做唐摩古镇 唐摩古镇呢 被人们称作是中国水口园林第一村啊 这是 晚南这个地方的一个古村落的一个典范 他有 到现在还保存了清朝时期的祠堂 还有一些民居啊 一百多个民居 居住在这里 那么这个唐摩古 村落呢 最初 就是汪氏家族 也就是汪华 他的后代 在这个地方 安家 落户 那么当年呢 他还曾经亲手 栽种过银杏树 这颗银杏树啊一直存活到现在 就是 汪华的儿子 所 栽种的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村庄的历史是非常古老 一直到清朝 就是 这个许多的 人呢 世世代代在这边生活 那么这种 家风家道 一直到清朝的时期 这种以孝涕传家的传统啊 都还在这个 唐摩的 古村落里面 体能够体现出来 在清朝 嘉庆年间 生活在唐摩村的人 有一个姓许的 人家 那我们知道历史上 徽商是很著名的 这个 安徽人很会做生意啊 他在 苏浙 晚干 这一带 就是 清朝的时期 有一个人叫 徐以成 他在苏浙晚干这一带经商 就 赚了很多的钱 好 结果他的母亲呢 因为 以前的生活都是很贫穷嘛 所以都是在村落里面生活一辈子 所以他的母亲呢 就听说杭州的西湖非常的漂亮 就跟他儿子说 他很想要去 杭州西湖 去游玩 结果 徐以成就想 这个母亲年纪这么大了 从 灰州啊 就从安徽到 这个浙江的杭州啊 在古时候这路程很遥远啊 不像我们现在可以 搭飞机一下就到了 那么 长途跋涉 这老人家可能不行 这个体力啊 支持不了 可是 母亲 老母亲呢 又有这个愿望 那怎么办呢 这个儿子 虽然赚了很多钱 是个富商啊 但是他特别孝顺 所以他就 把赚来的钱呢 为母亲 就在这个 唐摩古村 这里面 建了一个 唐甘园 在这里面就模拟 杭州西湖的 风景建造了一个 小西湖 那么这小西湖里面 也有三坛 音乐啊 湖心亭啊 让母亲呢 来到这里 生活在这里 就好像生活在西湖一样 那么这种校地的家风啊 一直传到现在 我们也曾经听人 介绍过 就是全国在评比 孝子的时候 还是 安徽的孝子 最多 那么这个都是有他的文化跟历史的渊源 好 因此如果大家有去过安徽啊 可以 到这个唐摩古镇 去看一看啊 那么这个就跟 唐朝时期的汪华 是有关的 是他的后人呢 建造的 开始在这里建造 他们的 住宅 所以历史上曾经有 十姓九汪 十个姓氏当中有九个姓汪 就是在这一代呢 汪氏家族是 非常显赫的 繁盛的家族 好 汪氏家族 汪氏家族有一幅对联 是这样写的 吉祝福西大展 祠林学问 民魁金榜 汴洒状元甘霖 好这个上年所讲的 就是 这个 南宋初年 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叫做汪早 汪早自燕章 他是 德兴人 德兴在今天的 这个江西 他是 南宋 丛林年间考中的进士 这个官位做到 显摩格爵士 那么他曾经呢 在 宋高中的时期 是官拜汉林学士 后来到胡州担任地方官 因为他是一个 这个 很有学问的读书人 平常他读很多书 手不试卷 那么他曾经 到这个 到这个 灰州和 宣州 这个地方任职 那么历史上记载啊 他常知灰州啊 就是到灰州任地方官 人以为荣啊 人们都 好 以此 以此 以此为荣耀 荣耀 那么到了晚年 他的诗词文章 好 就写得 更加的好 所以他留下 这个 福西级传世 同时他还 修订了日历 有六百多卷 这是 宋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 他叫汪早 好 那么下一位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 汪格 汪格是临川人 他生性非常的孝顺啊 但是呢 他又很有气节 比如说像他母亲过世之后啊 因为家里很贫穷 没有办法为母亲安葬 可是 有一些同僚和朋友 他们集资 来帮助他 但是他都辞谢 没有接受 虽然家里很贫穷 可是他非常好学 他是跟着吕希哲先生 求学 到了礼部考试的时候 他就考证了第一名 分教长沙 可惜的是呢 他 40岁就过世了 这也是非常可惜 他的 这个道德跟学问都很好 平常啊 他很喜欢帮助亲朋好友 就是亲戚朋友当中啊 有谁有 急事啊 不能够处理的这些 困窘的事情 他都喜欢去帮助他 解一推时 无难色 就是 他自己虽然 从从小 生活得很贫困 但是他看到人家有需要的时候 他都把食物啊 衣服啊 都让给别人 他曾经 有一句 名言 传世啊 他说 咬得菜根 则百事 可作 这是 菜根香啊 就是一个读书人 他安平乐道 就是有这样的心境 好 另外他也有一些著作 传世啊 比如论语 直解 等作品传世 好 这是汪格 那么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 这个汪氏家族的代表人物还没有完全介绍完 我们到下节课呢 会再跟大家 做一下 补充 好 那么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谢谢大家